各位观众,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广州亚运的羽球男子单打的金牌阵 由中国大陆的林丹,对上的是李宗伟,马来西亚的李宗伟 李宗伟世界排名第一,林丹是世界排名第四名 但是第一局打下来,林丹21比13 这个还赢得蛮多分的 我觉得这个被称为是世纪大对决 那是李宗伟真的太弱吗,还是林丹太强 怎么分数差那么多 不过再观察第二局看看 对,其实双方的一个比数来讲虽然落差这么大 但是来头的一个质量,局双方内容都还算不错 球王李宗伟现在第二局一开始 现在是2比0的领先了 戳小球马上扒过去 其实换了场,不见得就是会有绝对性的落后 打到浮人身上,林丹也举拍致意,不好意思 对,不过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啦 这样就得分了,杀在人身上 李宗伟 李宗伟就想,说好不可以打脸 对啊 不过这个也是致意一下啦 平常他们都是交情都还算不错 常常在大赛遇上,而且李宗伟又会讲中国话 三比一咧第二局,李宗伟换了场地之后 要领先2分 其实中国大陆在 曾经在举办俱乐部联赛之前 然后一度胜传,李宗伟想要到中国大陆去参加他们联赛 那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去得成这样 那这个球打成了界外 林丹追回来1分2比3 那李宗伟目前是世界球王,排名第一的选手 他事实上真的相较于林丹跟陶飞克这两个高手 林丹这个球,飞球挂网了 4比2,2分领先 李宗伟,2分领先 李宗伟他其实是在11岁的时候才开始接触羽球 才开始练的 是 所以他算是一个苦练型的 而且以他的身高170公分 真的能够打到世界第一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林丹有178公分 其实以我们现在羽球的一个整个训练来培训来讲的话 11岁才开始接触羽球 算是 算蛮晚的 对啊 那因为以我们国内的选手来讲 其实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个小学的一个培训 几乎都在国小2年级、3年级就开始接受羽球的训练 那如果说等到5、6年级 就要开始来参加羽球的一个培训的话 好像就那么点晚了 对 所以像李宗伟11岁才开始 对 接触羽球 可以成为世界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 真的有他的过人之处 而且在身材也不是特别的高大的情况之下 现在的话4比4了 林丹追上来了 平手 林丹已经拿下第一局了 对 以现在来看 就是说林丹其实他的失误也相对的一个渐渐的提高 那可见就是说在双方的一个换场之下呢 可能风向、光线、视觉都有受到相当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我们在如果说今天一个担任的一个教练 我们出国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一定为什么要到球场去做训练 比赛场地 就是说去注意他的风向 然后注意光线 是不是看选手对哪些有些不适应的一个地方 然后再做一个打法上的一个交代 这个球界外 现胜了 双手一摊 平举一摊 平举向内就是界内球 双手一摊 往左右两边一摊的就是界外球 对 中国大陆在今年雨球场 他们乒乓球已经达成目标七面金牌了 因为乒乓球就桌球跟雨球一样 这个分的项目是一模一样的 是 就是男女团体 然后男单打女单打 男单女单 还有双打还有混双 一模一样的七面金牌 桌球他们已经是通通包 那羽毛球呢 他们也是扬言七斤通通都要拿 现在已经是掉了两面金牌了 这个混双 刚刚就被韩国人拿走了 然后就是男子双打 是连金牌战都没有打进去 所以这边金牌对他们来讲 也是意义非常的重大 对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个男子单打的金牌 希望是寄托在林丹的选手 对了 对了 过去两届 是 中国大陆的男子单打选手 在亚运都没有拿到金牌 因为都是陶飞客嘛 对 对 所以他们已经这个男子单打的 已经漏了 那现在李中伟7比4领先3分 对 刚刚那个球戳的质量非常好 原本林丹以为这个球是界外 那结果是压在线上 哇 丹丹加油 对 这个帮超级丹 林丹加油 其实看现场的一个观众 让我觉得说 其实我蛮期待 就是说明年1月初的一个 我们的年终大奖赛 如果说林丹跟李中伟能 出现在我们台湾的一个 羽球场上比赛的话 我也希望我们的会场 能做得满 就是说满根满谷的观众 来观赏这些比赛 是 那前面讲到说 李中伟其实在团体赛 他们在就是羽球比赛的第一天 11月13号 他们在团体赛 他就出赛一场 还输给了泰国的文赛 之后休息了4天 然后18号开始到今天21号 连续4天出赛 各打一场 其实体力方面负荷不会那么的大 对于李中伟来说 那林丹呢 则是在 最近呢 九天当中出赛的第七场了 因为他在男子团体的比赛 他打了三场 男子团体 他是拿到了金牌了 哇 这个林丹的一个标准刹球的动作 招牌动作又出现了 其实我现在看到很多 羽球的一个海报 或者是羽球的图案 都是以林丹这种起跳 要刹的一个动作 作为一个图案的一个 标志 李中伟得分9比5 这第二局李中伟 球王不是叫假的 第一局啊 虽然他输的 而且分数还蛮低的 哇 结果这边呢 往前的小球 都戳不过去 我们看一下林丹这个球 哇 没有能够爬过去 155公分高的 哇 10比5呢 对 李中伟在第二局换了场地 换到面对镜头的那一边 对 控球反而比第一局来得好 嗯 那相对的一个林丹的一个控球 在这个时候呢 出现了一些状况 结果这个回球 对 林丹的一个前场的一个回球 李中伟的一个回球失误 对 画面上刚刚看到的那个是陈金 对 就是在四强赛啊 输给李中伟的成金 他去拿到同牌 其实曾经在赛后呢 也稍微表示一下说 他能跟李中伟交手 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那他能在几拍的一个重扣 能杀死李中伟 是他觉得他在砂球上 能得到非常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心得 哇 结果这边林丹回球挂网 李中伟在第二局 目前11比6领先 场面额继续暂停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